报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的情况通报录下 唐某某男52岁北京市人家住西城区岳台街道西电门东大街 于6月10号下午因阶段发热到辖区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患者曾出现胃寒 乏力等症状 但无咳嗽 无咽痛 无胸闷 患者自述近两周无出经时 无外联人员密切接触时 亚本核酸检测为阳性 经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就医全程佩戴口罩 独自骑车到医院检查并隔离治疗 目前患者已转至地台医院 并已对其家庭中的两名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医学观察